不知不觉,陈冠希已经晒了一年多时间的女儿了,估计手机像侧里,满满的都是阿拉尔的萌照吧,因为陈冠希晒娃的频率相当高,所以我们这些吃瓜群众,几乎是看着阿拉尔长大的。 总体来看,小公主的颜值是越来越高,越来越漂亮了的。 8月5日,陈冠希再次分享了和女儿在一起的美好小时光,并且为照片取名为《爱在加利福尼亚》,顺便还介绍了一下拍摄者,照片中陈冠希穿着一件黄色的球衣,帽子反戴,虽然很多网友都说慢慢进入中年的陈冠希越来越像赵本山, 但是这背影还是非常帅气的,此刻阿拉尔正趴在爸爸的肩膀上睡得香甜,仿佛这就是最让他安心的干弯。 阿拉尔穿着白色带桥丸的堆堆寻,像个小公主模样,目测他还砸着两个小辫子,但是看起来却很像是来自陈冠希的。 阿拉尔用自己的手背,整着自己的脸蛋,脸都睡得变形了,橙色的阳光下,赋爱满满,这画面显得尤其温馨,除了这可爱的脸蛋之外,最长进的应该就是萝尔的两条大长腿吧,都快有陈冠希的上半身这么长了,印象里一岁,多的宝宝,整个身体不应该都是肉乎乎的吗? 而一岁,五个月的阿拉尔的双腿,显然已经变得十倍修长了。 关于这一点,一定是遗传了秦淑佩的大长腿,秦淑佩是模特,曾在维米走过秀,身高一百七十七厘米,可陈冠希同行的时候,看起来还要比老公高出那么一丢丢,所以我们的阿拉尔不仅长得像妈妈,身高也是遗传了妈妈。 陈冠希的服装时尚,秦淑佩是神经百战的模特,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阿拉尔,将来如果没有成为有气质的超模,那还怪可惜了呢? 感觉阿拉尔每天吃进去的营养,都快要,赶不上自己的生长速度了。 看来宝贝真的是要大量进食了,虽然阿拉尔的四肢看起来非常纤细,但好在脸蛋池还是充满了婴儿肥,特别饱满,看着都觉得好扣蛋,很想捏一捏。 不一个,其实这已经是陈冠希第二次分享抱着阿拉尔的画面了,靠在爸爸身上大概能带,给他很强烈的安全感。 当然陈冠希自己也很喜欢被依赖的感觉吧,爸爸抱着小棉袄的一幕幕看起来总是这么窝心,之前的拉尔第一次给陈冠希分文。 这一我简直是直接陈冠希的心灵,心都烟化了,父女俩有太多温暖的瞬间值得让人回来。